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呢在这又跟朋友们见面了 那么上期 我就跟朋友们沟通过我们这次呢要 谈一谈这个视障者如何使用iPhone的问题 那么今天呢 我就在这跟大家先开始认识一下这个 苹果手机 实际上呢大家都觉得啊这个用起来可能尤其对视障者是比较困难 实际上呢这个苹果 从开发的时候呢就在系统里预装了 给这个残疾人使用 这个运行系统 原来呢他的名字叫voiceover 随着不断的改版呢现在他叫旁白 实际上这个功能呢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你学会了使用这个 基本上可以说80% 90%的这种iPhone功能 你都可以用 而且呢 不会有障碍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就利用短短的一段时间给大家先大体上认识一下这个 怎么用iPhone或者他的这个系统是怎么配合起来和 我们一起工作的 那 首先呢 我们就从这开始 然后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 我会一期一期的 比如说我会 再跟大家做 这个 怎么使用推特 怎么使用Facebook 等等这些慢慢的展开 来跟大家谈 但是值得向 和大家提醒的一点就是呢 因为 我们现在这样做呢 我在视频里 这个就没有办法一次性的 通过直播把这个 怎么用的这个手势啊或者什么都完全展示给大家 那这个可能 需要朋友们以后呢能够到我的这个 YouTube上 去看一个 非常完整的视频 这样的大家 同时就可以听到我 再跟大家说话 讲解 也可以呢 看到我的手势在这个手机屏幕上是怎么操作的 好的 我们现在就先开始 我可以说 我手上拿的呢 好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 iPhone 8 所以我 好 大家可以听到了 现在 他就在给我读上的 状态栏 状态栏 他告诉我WiPhone的信号 计算机 相机 萤幕录制 按钮 萤幕录制 相机 萤幕录制 按钮 OK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正式的开始 实际上在这个iPhone系统当中啊 有一个 刚才我讲了叫 现在叫旁白 原来叫VoiceOver 实际就是配合语音 来 操作iPhone上任何一个 运行系统 这个软件的问题 也就是说 或者叫up 是吧 大家可以看到呢 在我这个手机屏幕上 我可以用手 我用一个手指头在上面触动 你看 我触到什么 这个手机就会告诉我什么 这是 行事例 实际上就是日列 这边就是信息 这是照片 所以我碰到任何一个这个 上面的up 这个手机呢 就会给我读出来 我手下碰到的是什么 相机 哎 你看 是吧 地图 地图 时钟 时钟 天气 天气 news 家庭 备忘录 故事 提醒事项 提醒事项 TV App Store 电视 App Store 对吧 App Store App Store 书籍 书籍 健康 钱包 钱包 设定 设定 他都会给你读得非常清楚 第二页 他告诉你这个手机上多少页 所以在这儿呢我就想实际上这个状态栏 他也都能读出来 行事例 信号强度二格共四格 你看 GMOBI WiFi 然后WiFi 9.22 电池电量 电池电量 所有的这些内容 这个手机都能够清楚的给你读出来 而且呢你如果不让他读 那你就轻轻的用两指一碰 或者你如果再让他读 你就再碰一下 这样不读了 再读 你看 是吧 下边的工具栏也是这样 他也会给读出 你的手碰到上面 他就告诉你电话 Safari 邮件 音乐 他都会清楚的给你读出来 所以说呢任何一个功能 你的手指只要碰触到 他就告诉你 那告诉你这是什么 但是怎么操作呢 这个 手势上啊 这个市场者用iPhone和这个 咱们健全的朋友有点不一样 所以这个手势 一般来说大家就点击 他就会打开 但是你要用这个voiceover 你必须点两次 而且速度要快 你的手必须连起来 你不能半天点一下 超过0.25秒是不行的 所以说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 好这是个时钟 那我就打开一下天气给大家看看 你看手机会提醒你 按两下来打开 那我就按两下 OK 波托马克多云23度 波托马克多云23度 好那这是波托马克 那我们可以再看别的 奥兰多 第四 奥兰多 奥兰多 27度 星期四 多云 最高温32 最低温23 好了吗 听到了吗 大家这是奥兰多 波托马克 第三 纽约 第二页 五页 我们看纽约 纽约 多云23度 星期四 雷雨 最高温26 最低温16 好 大家看到了吧 好那我们他可以告诉你 每一个小时的具体的 一些天气预报的内容 说我们现在 现在多云23度 好 现在23度 10时 多云23度 10时 也就是10点 11时 雷雨24度 降雨 12时 雷雨24度 降雨机率80% 好 你看他读得非常清楚 除了这个温度 降雨概率都读出来 13时 雷雨25度 降雨机率70% 好 14时 部分区域雷雨26度 降雨机率60% 所以我就这样 不断用一个指头 向右滑 他就会继续给我想下读 那我也想左滑 他就会向上读 14时 部分区域雷雨26度 降雨机率60% 15时 好 雷雨26度 降雨机率73% 16时 雷雨26度 降雨机率85% 17时 雷雨26度 降雨机率90% 好 他就是这样 一个一个的 可以给你读出 从现在 往后24个小时内 每个小时里的天气状况 还降雨概率 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 当然 接下来他还会给你读 每一天的 就是说一个星期 10天吧 差不多10天之内的天气 星期八状况 我们下大家可以接下来看一下 14时 部分区域雷雨 15时 10 18点 19时 20 21 20 20 3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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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0 21 20 20 21 20 20 21 所以接下来的都是这个样子 依此类推 星期四万里无云 最高温14 最低温9 星期五万里无云 最高温16 最低温9 星期六局部多云 最高温16 最低温11 今天有雷雨 目前气温23度 最高温可达26度 好 天气 你要一点这个home键 那它就回到主屏幕 虽然回到主屏幕 这个cursor 这个游标 现在仍然还在天气上 你如果再迅速的点两次 它又会给你打开 你看 对吧 对 对 所以呢 这个操作起来就会非常的方便 不管是你 你这个 在哪一个运行的app上 你刚刚打开 刚刚关上以后 它这个游标是始终在这个位置 你需要再打开 那你就直接点两次就行了 实际这个点两次的手势呢 和我们大家进入到某一个软件或者up当中呢 是点一次是一样的概念 只不过是它为了区分呢 有了不同的手势 但是操作起来呢 也还是非常非常的容易 另外呢 就是说 由于我经常用这个iphone啊 这个用的 我觉得呢 我觉得时间长的 就是说这个时间是跟不上 所以我就把速度调得很快 那么一般可能朋友们听起来觉得这个手机声音太快了 当然我可以很简单的把它调的慢点 让大家听一下 好这样就慢多了 对吧 大家现在听起来 形式 讯息 讯息 照片 照片 相机 相机 地图 地图 时钟 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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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现在听就慢多了 可能这样 圣塔克雷拉 多云时音 12度 星期四 局部多云 最高温23 最低温11 对 这就是这个语音速度 音量 浪度速度 60% 对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呢 一般如果速度太慢啊 我就不能在固定的时间内 就是说 得到更多的信息 所以一般情况下呢 我都会把这个速度 语音速度调到70%的 这样的一个比率 那么这个对 可能一般来说呢 就会听得很快 有时候我在听一些小说 或者读一些新闻 信息的时候啊 我的家人也好 朋友也好 就说 哦 你弄得太快了 我根本不听不懂 他说什么就过去了 但是习惯了 就一样了 所以在这呢 我就想起了 我有一个 前一个阶段 有一个加拿大的 不加拿大 有个澳大利亚的朋友呢 他是一个科学家 后来由于 某种原因呢 导致他的视力 严重的下降 甚至于 没有办法用手机 所以后来就有朋友 辗转的告诉我 说希望我来 告诉他 怎么用手机 后来我们通了一个 越洋电话 但是由于他的手机系统 设置问题 没能弄好 那当时就 没能很好的完成 那么今天呢 我也想说 这个朋友 你如果需要 你可以看 我的这个 YouTube视频 就是陈光诚 CGCTV 你去找到这个频道呢 我今后会慢慢的讲 跟大家讲 怎么用 好 那么所有的这些系统呢 当然这里边呢 需要有一个设置 就是它设置起来 会开始 其实也不难 你比如说这个 voiceover 你比如说 我现在就可以 让Siri帮我做 Siri啊 请帮我关闭旁白 好的 已经关闭了旁白 OK 你看 那这样 这种状况下 我的这个手机 就和大家用的完全一样 没有任何的区别了 那这个时候 我的手在上面 就就不能够触碰 触碰到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操作了 那我就必须让 或者我从设置里打开 或者我让这个 Siri帮我打开 Siri啊 请打开旁白 好的 我已经打开了旁白 好 这也是另外一个 就是说 在这个iPhone的 新的运行系统当中 一个比较有用的 一个功能 就是说这个Siri 可以帮我们做 很多很多事情 当然好多年以来啊 对我来讲 我主要用的还是 voiceover 通过自己的调节呢 来让它 为我工作 那最近呢 我才开始慢慢的 帮着这个 就是和Siri一起呢 来使用这个 啊 分上的功能 当然有些也是很方便 但有时候 我倒 可能也是习惯吧 倒觉得不如自己去设置 或者通过直接这个调节 这里边这个 App Store 去用更方便 你看 这是音乐 下面这是工具栏 邮件 邮件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我这有一个音乐 那我们可以听一下 这是我存的一个歌曲 我想大家可能也 一首歌三分钟 专辑插图三国演义 刘欢更多 刘欢 刘欢 已变案 专辑插图资料库 您播放中 一首歌 您里播放起 专辑插图影像 这一拜暂停 按钮 播放 好 所以呢 这个大家看到 我就这样操作啊 就是点击播放 它就会播放 点击这个 它就停止 它就会停止 所以这个呢 其实每一个功能 都是这个样子 打电话 其他app store 你可以打开 从里面选择 你要的app 来进行搜索 下载 这个是对熟练了以后呢 就经过一段熟练以后 你把一些功能 都设置好了以后 真的是没有太大困难 所以呢 不管是 我们在上面 或者写邮件 写短信 还是分享 这个照片视频 都是比较简单 好的 这期节目呢 我就先跟大家讲这么多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接下来我还要去上课 所以我们 这个下周二再见 我呢 就跟朋友们一起呢 去跟逐步的分 逐步的把这个app的一些使用技巧和功能 向这些 视角朋友们去讲解 也让这些健全的朋友们呢 你们能够理解我们是怎么样在这个科技的海洋当中 和大家一起去向前发展进步的 那么这个当然是不太容易 可是相对于我最后要说呢 就是大家 在我看来 你们真的是太方便了 我们要去做到和你一样的水平 达到你一样的收获 我们需要付出十几倍 几十倍 甚至更多的努力才可以 所以朋友们 且行且珍惜 好的 非常高兴今天跟大家讲这么多 感兴趣的朋友们 请你们去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陈光诚 CGCTV 咱们一起来 享受生活 好的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See you next time Bye